幸福曲线的真相上篇 满足障碍,我们为什么不幸福 经济状况与幸福感 卡罗尔·格雷厄姆有一头光滑顺脂的棕色头发 身材苗条,看起来不像五十多岁的人 他经常跑步,一跑就是十多千米 他讲话的风格直接坦率 生活态度积极进取 即使是第一次见面 听说他是经济学家也不会让你感到吃惊 不过你可以对他的哪种经济学家感到吃惊 格雷厄姆和我年纪相仿 我们是在四十岁出头是认识的 我们就职于同一个智库 后来开始一起出去消遣 我当时正处在中年期的不满情绪中 但不愿意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 一起吃了一段时间的午餐后 我们的交流开始变得比较私密了 我这才得知他在四十岁时过得并不顺利 他有三个孩子 丈夫刚接受委派负责两个地区的管理 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 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有很大的挑战 后来他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病 他的父亲患上了废弃种 他的丈夫的婚姻变得极其可悲 后来他们离婚了 我很受伤 格雷厄姆说 他和前夫蒸蒸吵吵七年后才相安无事 我记得在那段日子里他很沮丧和失落 他说 创伤后应激依然对他有些影响 我总是半夜醒来 以为随时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然而他挺过来了 努力在工作中做出最好的成绩 包括出版了一部优秀的作品 这个世界幸福吗 在认识格雷厄姆时 我认为人类的幸福 包括我自己的幸福 反映了我们过得怎么样 或者至少应该反映我们过得怎么样 主观幸福和客观幸福 知觉和现实应该齐头并进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没资格不满 为什么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格雷厄姆或其他人 然而当他开始向我解释他的研究内容后 我逐渐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就像托马斯科尔比夏的远航者受制于反复无常的河水 河流蜿蜒曲折 而远航者会无缘无故的折返回来一样 为了理解幸福曲线 我们应该认识到幸福是不理性的 不可预测的 也并不完全决定于人们的客观情况 这是多年来经济学界竭尽所有想要忽视的问题 最近一些新潮经济学家的研究支持了这一点 其中就包括格雷厄姆 1962年格雷厄姆出生于秘鲁利马 那是个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地方 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医生 母亲则是个不折不扣的秘鲁人 他的父母共生育了六个孩子 格雷厄姆是最小的 在举家搬到美国之前 他不会说英语 而那时他已经四岁了 某一天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对我说 从很多方面看 我既是个秘鲁人也是美国人 小时候他看到了极端的贫困和极端的富有 这种对比无比鲜明 他对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的兴趣从未减退 格雷厄姆的二十多岁充满了冒险和发现 就像很多人在二十岁时一样 大学毕业后 他在布鲁金斯学会做助理研究员 他喜欢这份工作 之后还取得了发展经济学与经济政治学的博士学位 格雷厄姆的毕业论文写的是 秘鲁的穷人如何应对恶性通货膨胀 他不走寻常路 没有追求终身制的学术职位 而是担任各种研究员 与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合作 到越南蒙古等地游历 了解如何帮助经济与社会发生 甚至某变化的国家的穷人 他走访贫民工 试图解决婴儿营养不良的问题 我做的正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当然 我有时也会害怕 我记得登上前往非洲的飞机时 我心里在想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对非洲几乎一无所知 三十岁出头时 格雷厄姆结婚了 不久后有了第一个孩子 又出了一本书 及安全网政治与穷人 市场经济的过渡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伴随着北美贸易协定的形成 和其他国际贸易谈判的进行 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思潮出现了 激进主义分子 要求经济学家 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人类不平等的问题上 因为经济发展 似乎往往加剧人与人的不平等 此时格雷厄姆已经收集到了 大量关于秘鲁穷人的社会 与经济流动性的数据 他发现 贫困地区的经济流动性 大的惊人 比美国的大 这一发现引发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在当时的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 我想知道这些人 怎么看待他们做的事情 每个人都说 全球化对穷人有害 为什么我们不去问问穷人呢 格雷厄姆提出了如下问题 在十年前相比 你目前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由于掌握了人们实际经济状况的数据 因此他可以对客观结果和主观满意度进行比较 结果可能是出人意料的 事实证明经济状况改善最多 也就是在收入阶层上前进最多的人 其中一大半说 他们经济状况比以前更糟了 同样奇怪的反问 发现 当然结果非常不一致 经济状况根本没有改善的人 主要是农村的穷人 他们收入没有变化 但他们认为自己的状况变好了 或者没有变化 格雷厄姆的第一反应是怀疑这些发现 也许比鲁人比较怪异 或者比鲁人的情况比较不一样 后来他又获取了俄罗斯的数据 发现20世纪90年代 70%向上流动最多的人 说他们经济状况比以前差 更多的数据 更多的国家表现出相同的模式 例如 格雷厄姆研究了1990到2005年的中国 这是中国经济爆炸性增长的时期 人均寿命超过75岁 比1980年的67岁有了明显的增长 2015年 他和周少杰、张居易两位同事 在《中国人的健康与幸福》一书中写道 在同一时期 中国人的生活满意度 发现表现出非常不同的趋势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 他们的生活满意度骤然下降 后来又恢复了一些 生活满意度的降低 伴随着自杀率和心理疾病 发病率的上升 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同样令人奇怪的现象 英国解出的幸福经济学家查理德莱雅德在2005年出版的《幸福的社会》一书中说 所有证据都显示 如今的人们普遍没有50年前幸福 然而同一时期平均收入增加了一倍多 这个悖论也适用于美国 英国和日本 他还写道 在美国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 他既没有使自认为非常幸福的人变多 也没有显著减少不太幸福的人的数量 在这个层面和国家层面 你对生活的感受不一定反映别人认为你应该有的感受 至少从经济学的物质标准来看是这样的 而且这种关系经常是逆向的 即使在调整了如人口统计和健康等非经济变形的影响之后 也是一样 格雷厄姆告诉我 发展快速的经济体重的民众 没有发展慢的经济体重的民众幸福 快速的变化会让人觉得非常不快乐 结果就是他所听到的幸福的农民与悲惨的富翁之悖论 20世纪90年代 格雷厄姆发现了这个悖论 他的发现似乎很离奇 传统经济学认为收入增加 当然使人更幸福更满足 使社会更稳定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 格雷厄姆说 但是我开始到处探寻 发现了当时非常非常少见的幸福经济学文献 他因此找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理查德伊斯特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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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